中国大陆其实呢 你说真的会不会更胜于 像去年裴洛西访台之后的围岛军演 再进一步的扩大规模呢 现在光是看大陆解放军的实力 哇 你就要看到 不断的在精进中啊 那南华早报这边有一篇报道 怎么说呢 说052D一型驱逐舰 可以什么 可以来做出口052D 它为什么可以出口 因为它已经不是最新的杀手级产品 它还有更新的 所以这个不是最新的了 就出口啦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它怎么会去卖出去呢 出口呢 那这个事实上 我们都讲下水饺下水饺 现在连水饺事儿都是在升级的吗 有先进雷达飞弹指挥系统 它可成为全球市场上 最强大的防空舰 所以呢 对于美国海军第七舰队 现在告诉你 我有尼米兹航母打击群 11号起在南海实施军演 你觉得解放军会怕吗 解放军现在也告诉大家 13号起我在黄海围棋五天 实弹军演啊 这现在呢 你不觉得中美这种军事的较劲 只是会越来越激烈吗 解放军原本封存80艘022快体 现在呢 我可以什么 我可以对付南海这边的什么冲突 用在南海岛礁分散部署 快速返美军航母介入南海 也就是说你美国要出招 我一样应付得了 委员 美国可能会讲一句很有名的话 中国已经讲过了 南海过大 融得下我们两国一起来军演 因为中国大陆以前经常讲说 太平洋过大 融得下两个国家 我只能叹一口气 为什么 你米兹明年就要退役 要拆除了 退役之前还这么辛苦 老远跑到南海来绣这一手 会不会老兵不死只是 Fair away 美国觉得他这样子 可以在南海表示说 我这即使军舰这么 要即将退役要拆除了 我还是有本事 拉到南海来 露个两手 对 他可能要传达这个讯息 是 那解放军啊 不过解放军用这个 所谓的高速艇 不管巴士稍稠 基本上这个盾位并不多 好像也没有要刻意 制造太多的紧张 至少他没有把航空母舰 拉出来嘛 那也没有把驱逐舰 万顿大驱拉出来嘛 所以可能也有意识要 降低冲突的敏感性 一个找又老又丑的军舰来 那一个找速度很快 但小型的军舰去 很明显的就是 没有意识要扩大在这里 爆发冲突 是 那就只好各自解读了 我觉得比较令人关注的是 解放军要把这么好的驱逐舰 神盾级的中华盾级的 要出口到其他的国家 还加一个第一型的 专门供出口用的 那谁要买 谁要买 要卖给谁 那如果卖给刚刚来访的伊朗呢 那美国压力就大了 然后阿亮哥忍不住发出声响 还是卖给谁 卖给俄罗斯吗 都是问题 因为俄罗斯现在的造船 不如他坐潜水艇 所以到底要卖给谁 这很大疑问 因为太穷的国家买不起嘛 那个维护也好 那个运作也好 是很高的成本 那你说那个印尼买 印尼大概不会花这个钱吧 那泰国当然也花不起这个钱 那谁会买 阿拉伯国家吗 沙特吗 那沙特也许美国 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那如果是印尼的话 那表示说 中国说好 你在前面给我五件 我在后面就让你屁股 坐在椅子上疼 因为如果伊朗有了这个 神盾级的中国的 这种驱逐舰 那美军在进出波斯湾 就皮就绷紧一点 而且不只绷紧一点 美国可能会因此而怎么样 暴怒 那送方面到底要在哪里较劲 就不晓得 所以我认为观察的重点就是 到底解放军这么 这么样高科技 这么现代化的驱逐舰 到底是要卖给谁 不可能韩国嘛 不可能日本嘛 是 大家觉得是谁呢 欢迎你再聊天去留言 我刚看到还有人写说什么 会不会是卖给朝鲜 要怪怪的 对啊 好 不过说真的 如果是中东国家 比较有钱的 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而且本来就有在军售到中东去 来 韩兵 所以呢 当然你也可以补充一下你的意见 你觉得要卖给谁 但我们刚刚讲到南海 南海真的是会有冲突一触即发吗 美军现在动作平平啊 可是呢 现在中方态度非常的坚定 就是我如果是这边涉及到我的主权 绝对不容许侵犯 所以呢 尽管菲律宾海岸防卫队 他们公开照片 是说中国海警船有一艘 是6号在南沙群岛仁爱礁附近的水域 逼近了菲律宾海岸防卫队的船 还两度照了军用级 你看那个绿色的 军用级雷射光 害的部分呢 菲律宾船员短暂失明 可是他们就是认为说 这个就是主权不容侵犯 那可是菲律宾也认为说 这个叫做公然侵犯菲律宾主权 这主权的争议 两国争议就是在这里嘛 那菲律宾军舰马德雷3号 他搁浅在仁二郊 22年都没有脱离 这个北京方面将他是视为眼中钉啊 可是菲律宾现在的态度到底是什么呢 因为小马可是才刚去了日本一趟 结束了五天的行程之后 那么他现在是说菲律宾未来决策会针对 是否对国家有帮助而定了 那这个意思到底指的是 有改变吗 他现在的立场开始在动摇吗 因为去了一趟日本 是这样吗 他立场其实没怎么动摇 小马可是一直就是 各方我都见 最好每一方我都有好处是最好 其实我觉得他的心态立场一直都是这样 因为他自己也知道他在南海他根本不可能跟中国大陆抗衡 虽然他在人海桥那边丢了那艘废船丢了这么多年 可是那也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 他在海军 他在军事上完全没有任何实力去跟中国大陆在海事上叫板 所以他在这一点上他必须要依赖美国 可是跟美国走的太近其实对他来讲又不有利 因为中国大陆是真正愿意援助他那个国家 所以我觉得他就是一直在不断在中心摇摆 然后如果能够把日本势力引入进来 对他来讲也不是什么太大的坏事 因为有更多的人在这个区域 混水好摸鱼嘛 他这边就可以摸鱼了 因为他是一个相对没有实力的国家嘛 那中国大陆我觉得他 他前一阵子其实平静过一阵子 那这次为什么特别用雷射光去照 对 我觉得 对啊 这个就是这个绿色的军用级雷射光 我觉得他可能是在告诉大家 不要拖太久 因为小马可思现在就是拖自觉 我每一个日本来也好 美国来也好 中国大陆来也好 我每个东西好好好 那他现在做这个姿态可能就是告诉你 我们是在等你哦 你不要再给我一直拖下去哦 因为大陆一直很希望就是 这个南海协定嘛 赶快能够签一签嘛 然后对中国大陆比较有利 比较能够把美国的势力驱逐出去嘛 那至于我觉得 他说要卖052 这个新型的外销版的这个东西哦 我觉得象征意义大于十字一 为什么 因为说真的啦 这种神盾集的都非常贵 那中国大陆过去也没有把这个 主动向威阵列雷达的这种船舰卖出去过 因为大部分跟他买武器的国家 大部分还是蛮穷的啦 这种大部分都买不起 那个船出要跟他买的国家是奈及利亚 但是说真的我是有点怀疑奈及利亚买得起 不它有可能会减装备啊 对啊 美国卖给我们不是都常减装备啊 对啊 他大概用降级的 因为奈及利亚过去跟他买的大部分的船 都不是很大的船 也不是很贵的船 所以就看啦 因为其实非洲这些国家常常到最后是用什么 用矿物啊 用农产品啊 用这种东西去换 所以看他们是不是之间有这个协议 但是我觉得他只是一个象征性意义 就是说我现在这个东西我也可以卖 对 那你不要让我把我逼急了 或者把我搞火了 我就卖给你美国不希望看到的国家 我觉得这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意味 那他也不见得真的会卖出去 这个都是看最后事后再慢慢怎么谈 对难怪你会说宣誓的意义嘛 不过中国大陆要秀实力之外呢 现在都说 中国大陆现在是不是这个核武的能力 会更强大呢 连日媒共同社 他有英文版到报道里面 引述所谓中国知情人士 当然也不知道是谁 说中方考虑从现在的核弹头 大约300枚 但是呢亮哥说到2035年要增加到900枚 增加到三倍 那么北京甚至还要可能改变 不率先用核武的政策 所以哎呀中国大陆好可怕哦 他是想要告诉大家这件事吗 不过这个共同社讲的啦 什么引用中国知情人士 他就是造谣媒体 这个日本共同社跟New York Post差不多了 当然有人做这样的估计没错啦 说到2035可能会到1000枚啦 那中国确实有这样的声音啦 比如说胡锡进就这样主张啦 不是吗 他就认为说核威社你落后美国太远了啦 所以他就认为应该要增加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逻辑是成立的啦 那2035还很久耶 对啊 2035还有十几年耶 所以增加到900就算什么 是啊 对不对 而且再怎么样那还是 坦白讲这个有很可怕吗 重点是最后那一行啦 这个 它会不会改变它的 不率先使用核武 对对对就是核武使用原则啦 这个就影响非常大了 对啊其实大陆多次变大了 大陆有不止这一条喔 而且还有第二条是不对没有核武的国家使用核武 它有好几条啦 那当然最被讨论的就是这一条 所以你这样是不是绑手绑脚 有必要这样吗 你这样就没有核威社嘛 因为俄罗斯就跟你倒过来 所以你国家那么大 那你不率先那别人 你旁边有两个国家 可能都要都会率先使用 一个国家叫俄罗斯 一个国家叫北韩 好嘛那到时候再看嘛 是不是 有模范生在前面是吧 是不是 那蔡委员 现在看看美国的经济好了啦 micron大厂 当然记忆体美光 它最近在裁员 裁员是要一波接一波了吗 那现在呢 说签名倒离开才10分钟 那但是公司强调说 我们给的更好的条件 就看你签不签 经济部现在证实核计砍6% 有约600名台湾员工 所以台湾这边的micron也是被波及的 还有微软呢 解雇1万人 另一波裁员计划启动 Dale Disney都是在大砍数千人 那专家是说美国现行的会计准则 助长了这大规模的裁员潮 现在的美国经济到底出什么问题 其实这个应该不只是美国的问题 欧洲其实也有这些状况 因为在整个科技产业 不管软硬体的两方面都出现了攻击过剩 攻击过剩有的是因为在去年囤货囤太多了 太乐观的估计下单下太多了 所以像美光囤了一大堆 这个半导体也好 其他的这个零组件囤了太多 那今年一下子需求也衰退 所以这样的供给跟需求之间的差距就产生了 那里面会涉及到很多的财务的周转 那他眼看了说可能明后年也没那么乐观 如果一两季大概还接受得了 如果一看可能要搞个三年 那财源就势在必行 因为很多员工也没有事给他做 你不想要找什么工作给他做 难道要看仓库吗 也不是办法 所以这个时候就难免会有一个 比较大规模的财源 所以你点的是名单的财源很多啊 你说那个美国点得出有名有名有姓的 这些半导体公司动不动都宣布财源 连Amazon都宣布财源 那委员你看这种情况财源潮会拖多久 可能今年会从第一季财到第三季都不可避免 那还有不包括修无薪假 无薪假不是我们台湾的独家发明 也有的美国也有 所以我是觉得今年很多的科技厂商会比较辛苦一点 那这个欧洲的复兴在俄乌战争底下看不见太多 所以它的需求量也会持续衰退啊 对对所以这整个欧盟都是被波及 那我不得不说啊 中国是好像国运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突然间啊 第一个他投资在这些行业里面的东西啊 量还不够大 所以他没有攻击过剩的问题 然后美国又限制很多的美国的科技厂商 不可以中国大陆扩产跟投资 就中国大陆本土厂商压力就没有那么大啦 虽然长江存储这里别限制那边限制 可是你毕竟还是要用嘛 所以它的这种财源的压力相对就会少很多 好 那我是觉得 这个先度过今年再说吧 是 但是这个美国自己本身当经济不好的时候 偷拐抢骗的事情不就多了吗 韩兵那我们看到现在呢 美国这边有一个Fox News的报导 让人还满惊讶的 因为在华盛顿赏英的景点 居然有两起抢案 就是这抢案是在抢什么呢 是在抢Canada Goose的外套 这个外套呢 我本来想说是有多了不起吗 原来他一件要价1500美元 那超过台币4万耶 那真的是蛮贵的一个外套 结果呢 那他抢这个外套 结果居然警官就说 出门的时候请尽量避免穿Canada Goose的外套 以免沦为抢匪下手的目标 我真的是觉得匪备所思啊 所以这个干脆用一个 那个我们常常讲的 我的老天鹅啊 比较能够形容我的震惊 因为你就是只会叫人家 不要穿Canada Goose的外套 你还会做什么呢 韩兵 我觉得这个会不会是Canada Goose的 竞争对手故意搞出 大家都不敢穿啊 卖不出去 有道理 因为你这听起来很扯啊 我觉得与其说是 他专门去抢这个外套 不如说是 恐怕是任何穿的 看起来名贵衣服人都会被抢嘛 是啊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才比较合理嘛 所以这里反映了另外一个就是 你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很多人日子过不下去的时候 可能类似的抢案就会发生嘛 因为美国现在经济状况 其实是蛮会设不明的 比如说像刚刚提到的 迪士尼现在要大裁员 可是迪士尼其实他是赚钱的 他明明就赚钱了 可是赚钱为什么他还是要裁员 他认为说我公司要做整形 要应付未来更多很多挑战 所以他准备 他只是因为这样 他其实比他原先预估的 那个利润还要高 可是他照样要裁7000人 谁兵一裁就是7000人 那对很多现在美国的企业来讲 因为国际局势的变化越来越快 所以他们为了因应 未来国际局势的变化 所以他们现在都在做 体质重整这样一个动作 那这样的一整坡大裁员 恐怕势不可免 那你在这么多的大裁员的情况下 那很多人就突然之间他就失业了 那突然之间失业的话 那请问一下他要怎么活下去 你要知道美国人跟我们台湾人不一样 我们台湾人 如果你之前被裁员的话 通常啦 你还会至少有个几个月 或是一两年的存款可以活下去 美国人通常几乎没什么存款 他们差不多都是用到刚刚好 你只要突然之间 赵玉手们变过 他们几乎就是完蛋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那你就会造成罪犯增加这些东西 那美国这几年又刚好在推行什么 就是为罪不处理这种状况 那不就更助长了这种风气出来吗 所以以前有那种零元购嘛 是 对不对 所以我真的觉得 美国这个是一个总体性的问题 他如果没有办法把整个社会 总体性的去做一些改变的话 这种情况我觉得还是小case 抢东西还算小case 到最后杀人干什么 可能全部都会出来 的确亮哥 可是大陆不一样 在这个解封了之后 我们现在看到疫情趋缓 很多的外商企业 CEO通通都要去中国大陆去了 苹果啦 大众啦等等 重启中国之行 结果呢 韩国现在呢 连隐席月都在讲了 我们现在是不是考虑用电子签证了 那你看之前挂黄牌 现在不一样 12号阳性率都已经是归零了 那所以还不快一点呢 那是不是只要你韩国快一点 现韩令马上松绑给你看呢 也不是现韩令啦 就是白牌也会取消啦 这个不这个是比照办理啦 事实上去的企业还包括辉瑞 辉瑞 辉瑞可能是要跟他谈BNT啦 就是中国愿意让你落地 可是你要记转 还有很多企业啦 事实上华尔街也在蠢动 那要做财务布局嘛 所以苹果我觉得 顾客主要是要跟中国解释 说他没有要去中国话啦 因为这个美国的媒体 是在炒作的太凶了啦 就是说他要转到印度嘛 那印度也拼命在吹牛嘛 就是说现在大概占5%到7嘛 那今年希望可以拉到25%嘛 这根本是做梦嘛 可是他就是在吹牛啊 所以顾客可能要去做一些解释啦 因为今年这个苹果供应链在中国的厂家 还是在增加喔 它大概占了45点多%啦 那印度里没有听到有什么零组件的供应商啊 它主要都是做组装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不叫做去中国话啦 而是扩大布局啦 对啊所以既不是要脱钩 反而还要再扩大布局的话 等于是把组装部分移到印度 部分移到越南 海皇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呢 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它有这个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呢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这一颗一颗的这个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码来上网代购 回来